其實坦白講,我一直覺得你沒比朱主委差啦 那今天,你今天做了主委了,我們就來好好討論一些該推動的一些業務 我可不可以了解一下,請你說明一下,相信你在業務報告也有說明 但再跟本期說明一次,針對目前主改,還有你現在主要的業務推動 你具體的施政有哪些作為、打算 還有你具體的目標是怎麼樣,我們討論一下 好,謝謝委員給我這個機會說明,我想現在最重要的一個就是行政組織的體質的還有組織的調整 我們稱之為主改,那因為這個組織改造法案99年,它的母法已經完成立法 現在是各部會的組織法,那29個當中15個事實上也經過大院完成審議 所以剩下的最後的這一段,希望能夠在大院支持之下儘快完成立法 那但是在組織改造,組織體質的改造之餘,我們同時也要注意流程的改造,還有服務的改造 這樣才能夠把這個組織體質的改造,它的效益發揮到極致 所以說在這次的業務報告裡面,特別有提到,我們不但同步已經推動了效能躍升的方案 針對七大措施,包括單一窗口,服務評價等等,有做了一些推廣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在各個部會的配合之下,能夠在流程的改造部分能夠突破 那最後一段就是民眾的直接的感受,就是服務的第一線 那這個部分呢,我們也希望在這個改造之餘呢,能夠同時啊,能夠更得到大家重視 所以不管是這個多用網路,少用馬路,或者是零貴服務,its ok 或者是針對有需要的民眾服務到家,我想都是未來我們必須要努力推動的方向 你所提的這些是我們現在研考會的目標,那你專心去做,我覺得也會有一個不錯的成效 可是我現在想跟你談一個比較根本的問題,就是我們之前 不管是我們自己委員之間同仁也好,跟首長之間有機會私下的會談也好 我們都可以感覺到事實上公務人員比起外面的商業或者是各類的這個non-profit organization這些機關比起來 他的整個心態跟他的整個作為其實他還是偏被動的 那主要的就是說他沒有實際上的這個業務的急迫性 除了有一些比較想要升主管的比較積極以外 大部分的公務員事實上他們的行政效率是不是被人所稱到的 他們其實上對很多事情他們也不是特別的急 所以我很想了解就是說 認為有什麼樣子的一個制度才可以讓我們台灣的目前的一個整個公務人員的整體的心態行政效率跟他們做事跟對跟民眾做窗口對應民眾這樣子的態度 能夠追得上我們心裡面比較理想的一些國家的一些公務效率 類似像新加坡 新加坡雖然比較極權 他也民主度也非常的不足 但他整個公務人員的效率尤其在他們政府的嚴格管控之下 是讓人家覺得他們公務員做事是非常有效率 而且當然以鳳養連也是他們的一個口號之一 他們有非常高的薪水我們也做不太到 但是還是應該有一些結構性的 我今天跟你聊的就是說 因為講了這些講那麼多重點就是說 你要站在一個比較高的一個位置去看我們台灣現在的一個整個公務員的效率其實是不好的 那我們要改變它改善它 所以你看像全區部他們也推這個三趴這個秉等 結果引起非常大的反彈 現在又講一到三趴 所以慢慢慢慢都有在退縮 坦白講有很多公務員團體來跟本席這邊反映說 他們要對於三趴秉等有意見的時候 我都是聽聽他們的意見 但我都沒有太大的表示 因為我覺得事實上任何的機構都是要有一定的淘汰機制 如果沒有一定的淘汰機制 你最起碼也要一定的考核機制 我們台灣目前公務員是這兩種機制都沒有 尤其有一些司法的單位他們根本是更誇張 每個人都是假等 輪流去拿個一等 所以我覺得你現在 你們我們現在在推動的東西 都是在現有的架構跟框架之下 要來提升政府的效能 那是叫做四倍公辦 所以我是想聽聽看主委 因為事實上主委 你不要你絕對沒有啦 不要小看研考會主委 這個職務 非常多政府的首長都是從這個職務上去 因為他們能夠深刻的 全責不是說最關鍵 但他們能夠深刻掌握到政府的脈動 所以包括總統也好 行政院也很好 非常能夠也需要來移重 所以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比較建設性的 我們今天講的是一個廣泛性的一個想法跟做法 你能不能提供一些比較建設性的看法 作為一個追蹤國家整體考基 政府整體考基的一個首長 你要怎麼樣提升政府的行政效率 謝謝委員 我想這個在幾年前有一個叫革新這樣的一個這個做法 其實真正的革新是要從新開始 就是委員剛剛特別提到的 就是公務員同仁的認知 還有公務員的積極認識態度開始 那這個部分在我們研考會 我們當然是會會同人事總處 還有考試院 不管是從文官的核心價值 甚至到說怎麼樣講優太力的制度面來激勵 但是在我們會這個範疇之內 我們比較馬上可以採取的 一個是在我們的績效管理制度裡面 我們是針對機關還有單位的績效 我們要加強它的所謂的管理績效管理 那這裡面最好的就是說要帶動它心態的改變 就是您自己設定你自己努力的指標 那麼年頭是這樣定的 年尾我們就來檢視 我們是希望把這樣的一個做法能夠落實 另外我想同時 這個我們常說管理的工具 不管是胡蘿蔔或者是棍子 我們也要一些適當獎勵 因為有些公務同仁也是表現的不錯 所以我們在服務品質品獎這個部分 我們不但是有團體獎也有可以到個人的 我想我們也要帶重公務同仁的士氣 讓能夠表現幼良的同仁 也有一些獎勵的可能 所以這個部分是在不管是今年或者明年 未來邁向國發會 我們都是還是列為重點的工作 我們會來努力 好 那個你請回座 我想請我們人事總處的黃人事長 來跟我們說明一下 這個應該稱為黃總長 公務員報告 黃總長 只有人事長 只有講人事長 不是黃總長 對 人事總處沒關係啦 還是稱呼你黃總長 那個我們剛剛有提到就是公務員這個行政效率的問題 真的是 其實有些首長包括總統行政院長他們 尤其他沒講自己心裡有看法 我們公務員因為鐵飯碗 因為每天做的跟薪資不會有很大的差別 多做也不會多拿 多做有可能還會多受到一些懲罰 因為公務的行政工作 有時候有很多牽扯到很多複雜的法律問題 所以這個問題其實有點 已經有點接近學理跟學術的層次了 你也過去長期在教書 我們怎麼樣子 就是我剛剛請教宋主委 我也請教你一下 這個是我有時候 我想提一些比較大的想法 因為我們在立法院待久了 我們不想就針對很細節的東西 一天到晚問這個問那個 我們想提一個大的想法 就算這個大想法做不到也沒有關係 所以他們講那個三趴的時候 我從來都不講話 其實我暗地是支持的是說不能支持的泰民 要不然自己也是會這個有很 遭遇到很大的阻力 但是我是認同公務員一定要有一個很好的機制 去強化他們的生產力 去減低他們可能的怠惰 你有什麼看法可以跟本席說 包委員謝謝您給我一個機會 這是我長期來思考的問題 我們大概有幾個想要做的事 第一個就是成立我們的高屆文官團 您剛才提到說我們公務人員現在網上奮鬥的這個 如果高屆文官團培養 如果高屆文官團培養以後 挑選某一些人成為高屆文官 國家所栽培的 一方面可以解決前面陳歐伯委員所講的 二方面也鼓勵我們的公務人員 第二個我們要建立一個快速升遷制度 對於好的人 他不必拘泥於現在的這種這個升遷方法 那快速升遷制度的話 在日本的文官 他已經行之有年的 對於好的人就是很夠快速升遷 然後他很年輕就到了這個 這個很重要的幾個幾個職层 那他們呢在推動國家也會有幫助 其次我們現在已經在專員班的部分 已經挪進AC 就是所謂assessment center 我們在行政學上有一個叫做彼得定律 常常是人會升到他最無能的那個階層 譬如說幾個科研挑了他 過來當了科長以後 你可不可以再說明一下 你這個東西蠻有趣的 好那個Peter就是彼得原理 他說了一句話 人會升到他最無能的階層 譬如說我們有三個人 我們要佐拔他成為一個科長 等到他佐拔他成為一個科長以後 發現了他還是回去當科員比較好 那等到到科長的時候 我們從三個科長裡面 我直接跳好了 讓他升為專門委員 等到他升到專門委員 才發現他回去當科長比較好 所以彼得就講了一句諷刺公務機關的話 所以公務機關就充斥了一群無能的人 因為就是我身為人治長 我不能讓這種現象出現 所以跟委員報告 我們現在就對於要升遷的人 要對他實施全面的評估 這個評估叫assessment center 我們用心理測驗 用情境測驗 用無議題的討論 用各種不同的方法 甚至於用長時間的propation來判達 這樣子能夠佐拔到好的人 其次你剛才所講的績效的部分 我要特別說 績效的管理一定要配合他的獎金 跟他的薪資和他升遷才會有效果 現在最困難的就是這一點 升遷還可以談 績效跟獎金現在好像沒有 我們未來會有團體的績效 團體的績效照點數來分配 這個也跟委員報告 為了要使我們未來的改革推動 能夠方便 未來人事行政總處的計畫 教育的部分有兩項 一項也就是您剛才很關懷的 如果我們的公務人員他本身 在他的工作職場上碰到某些障礙 我們的人事人員應該找專家 跟他們面談 給他們諮商 讓他們有溫暖的支持 另外一項就是 這個剛才岩考會所講的 就是我們的鞭子 那這個部分 在烤雞地方 我要特別跟大家說明 烤雞法 好像大家都只注意到 1%到3% 其實烤雞有一個地方叫優等的 那個優等的 他給他的待遇是非常非常特殊的 所以我也跟委員報告 您剛才所講的 其實跟我們現在想做的 都不謀而合 只不過是 我剛才所講的 都是很大的理想 未來能不能達到這個部分 我會緊張去做 我們第一有講 我們先教育 不能教育 就persevate 說服 不能說服 我們就negotiate 再不行 因為我們是人事行政主管 我們就 就我們的人事行政力 必須要去執行 是不是我給你做個建言 是 你可不可以把你想的 真正能夠對我們政府 是 有重大影響的 想成一個策略 是 那也給我一份參考 謝謝 給馬總統建議 反正他沒有要選了嘛 那他可以盡量去做一些得罪人的改革 那我們是 頭皮 就是硬了點 多跑一點基層 其實還是可以 弄一兩個比較大的公務人員 革新的方案出來 我覺得如果你能夠做這個革新方案出來 未來你能夠在公務機關做首長多久 我不是很清楚 但最起碼你可以留一個名 我覺得這個的話 是相當有意義的事情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謝謝